我们介绍上面的部分开始讲 那么这个时候我就定一个什么呢 测试模块 这个测试模块我叫test 那么test里面要调用这个对应的方法 这个里面对应的方法 很明显这里我们不能再用什么呢 square标签这样的事情了 这不是HTML一面了 它是一个JS文件 用这个东西可能很明显要报错 那么这个怎么办 我怎么把它引用进来我使用呢 在这个commonJS里面 这个标准里面 它规定了 你要引入外边一个文件 你必须通过一个require的函数来实现 而且它导入过来的东西 它是个对象 所以说我们再定一个引用 定一个对象引用 假设fail就叫fail 定一个fail引用 把什么来 把对应的模块导入进来 并且附到这个对象上 那么怎么导呢 用require这个函数 require require 这个函数里面要传一个什么呢 要传一个字不串 这个字不串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它应该是什么呢 它应该是 你这个文件的一个 对应的路径 记住啊 这个是对应文件的路径 如果这个文件 在你当前目楼下 你可以怎么写呢 你可以这样写 我这关了啊 你可以这样写 直接写什么呢 点干 这个fail吧 先打fail 点gs 注意 这样写的话是代表什么 代表是你当前路径下 这个点是代表当前路径 下面的什么呢 fail.gs 所以这个点干一定不能省啊 这个一定不能省 有些地方我们引入这个文件的时候 这个当前路径下 我们是可以不用写这个点干 但是它loads里面 这个必须要写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 好 那么引入第二个文件 好 vr db 这个模块 我们还是用cred 这个凯数 req re 当前路径 下面的db.gs 好 那么我们引入这个文件啊 引入过来过后 它得到的是什么呢 它得到的是个对象 这个对象 我们就可以使用什么呢 使用它里面的 对应方法了 那我们来使用一下看什么行 好 fail里面有一个读写文件的方法 叫raid 我们调用一下 这个raid里面我们好像要传个参数 这里要传个参数 刚才忘了写了 这里传个参数 我们这里传个什么呢 传个字幕上过去 传一个什么呢 c盘下demo.demo下面的load.js吧 像这么一个路径 我们运行一下 运行这个js代码的时候 因为现在我们是在服务器段运行 它不是在浏览器段运行 所以说不能点这里了 不能点这里 不能让它在浏览器段运行 我们要在服务器段后台运行 这后台运行怎么运行呢 单击鼠标右键 在这个文件里面 单击鼠标右键 这里有个run test.js 我们点这个选项 那么它会在下面 产生一个什么呢 这个打印信息的一个控制台 在控制台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想看到的信息 那么这里 很明显出了一个错误 出了一个异常 这个异常我们看一下 它是fail read 就是这个模块里面的read方法 没有定义过 没有这个函数 为什么会没有这个函数呢 我们这里明明什么呢 明明这里是 把这个函数 定义出来了 也在read 我们也猜出来了 为什么我们这里还调不到呢 这是因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 我们这个模块 模块虽然导不到我们的test 这个文件里面了 但是 在这个模块里面 这个函数 并没有把它导出 那相当于什么意思呢 就相当于是 你虽然说 获得了那个模块 但是那个模块里面 根本就没有导出任何方法 那么这个时候相当于是 你还是用不到这个里面的任何东西 那么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文件里面的方法导出去呢 在这个com.js里面 它又规定了 有这么一个关键字 叫做export s export 点 假设我要打read 我就写个read 等于什么呢 read 这句话什么意思 待会我们再来解释 这里我们先写到这里 好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走 好 看到没有 这里是不是打了一个 对C盘下demo.js 这是我们传媒器的字幕传 进行文件读取 这个方法我们就调到了 那么我们还想调另外一个 read方法 那是不是也要把它导出去了 对 这个 必须要把它导出去 不导出去 这个文件相当是 在这个文件内部是隐藏的 你是看不到它了 那么read 等于read 这里有一点我要说一下 这右边这个文件名 是你可以任意写的 你比如说我这个read 我写个AA 保存 但是你左边这个read 你必须跟这个函数名称相同 这里要记住 还有的是这个read 这里千万不要写这个括号 写这个括号它会不会出错呢 它不会出错 但是它倒不出来 这个大家记住 它不会出错 它也倒不出来 这点写的话 相当是直接调用了这个函数 再加括号 这相当是直接调用了这个函数 所以说这里一定要记住 我们直接函数名 不写任何东西 那么这样 我们也可以 对这个read方法进行什么呢 进行调用了 read要点什么呢 AA 你看到没有 这个webstone还自动给我们提示了 AA 这里我就传个什么呢 D盘下的demo 下面的load.js 我们再运行一下 那这里是吧 这个分号 可以写可以不写 但是建议大家最好是按照标准来 都写上 那么看这里 在控制台下面我们打印了两句话 一句话是对C版下进行读取 一句话是对D版下进行写入 这么两句话就完全读出来了 说明我们这个fail里面 这个test里面 已经成功调用到什么 成功调用到fail里面的方法了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 这个模块 好 模块要导出 好 那么这里我要说一下这个export 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这里啊 我画图 什么意思呢 这是我们test 这个文件 这是我们那个 fail的文件 这个文件啊 我们说它是个模块 在这个load.js里面 common.js那个标准里面 它每一个文件它是个模块 这个模块它有个什么呢 有一个对应的对象 每个文件对应的对象 module 每个文件它有一个对象 叫做module 这个文件它有一个对象 叫做module 这个module这个对象 它其实就是模块对象 它就是模块对象 而刚才我们这个export 它又是什么 它其实是这个对象里面的 一个属性 export 它是模块这个对象的一个属性 我们把这个对应的函数 绑定到export这个对象上 就相当于什么呢 把这个模块 这个export的对象 导入到哪里 导入这个里面 这个时候 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是 这里我们定义的一个变量 叫做 var fail 这个fail 就指向这个模块 它就具有这个模块里面的所有方法 注意一定要用export把它导出 它具有这个模块的一个什么 方法 这模块导入哪些材数 这个fail 它就具有哪些材数的一个功能 所以说 这里啊 这个export module 这两个对象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啊 一个什么呢 一个是整个文件的模块对象 一个是这个模块对象里面的一个 对象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这个 export到底是什么东西了过后 那么 所以说我们这个 再来看这个代码 这里 这个export.read 接下来是export下面再一个属性 叫什么呢 叫read 这个read 恰好指向什么呢 指向另外一个函数 这个read 所以说 我为什么说这个 前面这个read 你可以自己命名呢 因为这个属性名是你可以自定的 而这个read 这个后面这个 右边这个read 它是你刚才定义这个函数的函数名称 你自己就不能乱写 你自己乱写的话 待会就找不到那个函数了 所以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模块我们算是导入成功了 我们再来把这个模块导入出去 那刚才我们是什么呢 定义完函数 我就把这个函数在下面 用了两行来把它导出去 而这里我还可以这样写 怎么写呢 比如说这个add 我可以直接写export.add 等于这个函数 但是你这样写的话 你后面这个函数必须是匿名的 那么这跟刚才那个效果是一样的 这跟刚才这个效果是一样的 它就相当是直接在这个export下面定一个属性叫add 而这个add又直接指向这个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 待会在外面直接我们可以使用 那我们到底可不可以使用 我们来试一下 db. 你看没有 它直接有add这个函数 我们直接可以调 它可以提示我们 我们直接运行 看没有 添加数据 打印出来 同样的其他方法 也可以其他 其他对象也可以这样实现 除了可以这样的之外 还可以什么呢 还可以 只用这个module.export.modify 等于这个方形 这里这个modify也不要了 保存 这个相对于上面来说 它只是多了前面一个module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能不能实行 db. 看到没有 这里是不是还是有一个module 那个file modify这个函数 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实行 修改数据 成功打印出来 那么这里这两个到底有什么区别 其实它们区别并不大 什么叫区别并不大 这个引用和这个引用 它其实是同一个对象 这个最终导入的东西 它都会综合到这个module.export 这个里面一起导出去 所以说这里累加的东西 它最终会累加到这里面 一起导出去 所以说这两个你可以简单把它理解为什么呢 同一个东西 可以简单把它理解为同一个东西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导出什么呢 这个export.delete 这里同样的export.find 这里用利面来说 这里我再强调一下 你前面定的名称过后 后面就是匿名还说了 这样我们就把这个模块里面所有方法全部导出去了 那么我们在这里引入这个模块过后 这个db代表这个模块对象 注意这个模块对象 这个模块对象里面所有方法我们都可以使用了 那么我们分别调用一下 全理由 全部调用成功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 node ilete's norm MODIFG 總結 那麽什麽是模塊 這模塊是個什麽東西呢 模塊其實就是 代表 不同 功能 函數的 不同功能函數 的一個文件 代表不同功能函數的一個文件 怎麽要引入一個模塊呢 在文件裏面通過什麽呢 requ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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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 引入 還就是導出模塊 通過什麼呢 Export 對象 以屬性的形式 導出 這就是模塊 那麼有些同學就會問了 你這個路徑可不可以用絕對路徑呢 這是可以的 這是可以的 包括我們如果這裡 我這裡重新建一個文件夾 假設叫 myjs 咦 這麼一個文件夾 如果我把這兩個文件 都放到這個文件夾下面 那我這個 這裡的引入應該怎麼引入了 你看他這裡他自動還給我提示了 那麼這個時候引入啊 我應該怎麼引入呢 因為現在我這個 我拿錯了 這裡該把什麼 該把這個dbjs拿到這裡面來 把test的js 我就這樣吧 我就這樣 這樣更體現那個 路徑啊 我們應該怎麼寫 好 那麼我這裡說一下 這裡啊 我們這個test的文件 是我們主要運行的文件 而他要什麼呢 他要導入這個fail.js 和這個dbjs 這兩個文件 那麼一個在同一個路徑下 fail.js在同一個路徑下 我們剛剛說了 在同一個路徑下 就直接點 斜杠 那麼這個點就代表當前路徑 那麼如果在不同的路徑下 我們要怎麼找呢 比如說上級路徑啊 上級路徑下的myjs下面的什麼呢 dbjs 這個應該怎麼找呢 應該是上級路徑下的 my 這斜杠 my 杠 js 下面叫什麼呢 db.js 好 這個到底裡面有人正確啊 在這個webstone下面 還有一個方法可以檢測 就是add counter鍵 把鼠標移到這個 對應到路徑上 它如果下面有一個下滑線 變成藍色 說明這個路徑是影對的 如果哪一條路徑沒對啊 比如說我這裡寫個db 前面叫a 那麼這個時候肯定很明顯沒這個文件啊 我們從前面到這裡 這兩條都是對的啊 沒問題了 你到這裡的時候 你看到沒有 它這個字體沒變藍 而且沒下滑線 說明我這裡寫出了 我們把這個刪掉 再移上去 它就沒問題了 這就是用相對路徑來引入一個模塊 這樣的 如果我們要用絕對路徑 引入一個模塊 那其實就很簡單了 你只需要知道什麼呢 你test了這個文件 到底在什麼路徑下 你就可以把它引入進來 那麼現在我這個項目在哪裡啊 第一盤webstone projects demo01 下面一個myjs 那麼我要什麼呢 我要知道這個路徑 所以說這裡啊 我這裡寫這個 我就找這個吧 db啊 我就可以這麼寫 d盤 下面的 webstone 注意這裡 最好不要手錶啊 最好是自己去那個 對路徑來寫 這裡我就 直接寫了 webstone project project projects 下面的什麼呢 demo 01 下面的 myjs 下面的dbjs 我們看一下這個路徑對不對啊 第一盤 webstone t orm projects 好 那麼這裡我們來運用一下 看對不對 這裡我們敲對了 它是可以直接運用起來的 所以說 這裡可以用絕對路徑 也可以用相對路徑 而且這裡面這個 ts 你可以寫可以不寫的 我們再來運行一下 看到沒有 它一樣可以磁性 但是我建議大家 為了提核效率 最好大家把這個 ts寫上 這樣可以提核一點效率 那麼 這個就是 noleges的一個模塊的概念 以及 我們這個 怎樣引入一個模塊 怎樣導出一個模塊 今天課我們先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